結果他都沒有想到 有任何要迴避 然後都是一副就是 我內舉不懼親 外舉不避愁 都是這樣 如果每一個人 都是用這種標準的話 我們直接把那個迴避條款廢掉 我們根本不需要這個條款 只要你自己問心無愧就好 不是這樣的 既然法律這樣規定了 我們就這樣做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知道 其實國民黨有人甚至比他更多 他298國民黨居住他的人更多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國家的人才 真的少到這麼可憐嗎 一定要這幾個人來評嗎 其他人都不能評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是不是以後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 就是你一年最多只能參加 幾項評審的票案 然後你要具有什麼 比較積極的資格審定 我覺得這才是選標委的辦法 是 所以其實應該要釜底抽薪 那要治標治本 就是我其實一直在講的 我們所謂的政府採購法 裡頭的這個評委的制度 是不是要通盤來檢討一下 因為所謂的外部委員 也就是專家委員 其實在公共工程委員會登記的 專家委員有4000多人 可是每次被圈出來的 就是那幾個 包括我們剛剛可以看到的 藍營 綠營互相指控對方說 你們也有御用委員 你們對方都有御用委員 這所謂的御用委員是不是聽話 還是說他們比較有空 平常閒閒沒事 一天到晚可以去當評審委員 而且當評審委員 車馬費一次是2500 如果用李厚慶 他過去4年做了大概300次的 這個評審委員來看 他至少可以拿到五六十萬 他自己有工作 他還有領薪水 所以這個是變成一個 很大很大的外塊嗎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一直最近被點名到的 這個李厚慶 他的這個背景 還有相關爭議的事件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背景好了 可能觀眾朋友比較不知道 李厚慶他長這樣 戴個這個眼鏡 遠遠的留個小鬍子 我們跑過政治的知道 他其實是蘇貞昌的核心目瞭 一直以來非常非常的倚重他 他的學歷是淡江的這個 行政系 他是大學畢業 然後其實沒有相關的 其他的什麼 包括了像文化 或是影視的背景 他是沒有 那李慶後 李厚慶他的這個 為什麼一定要用他 他說他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專家學者建議的名單之一員 他被建議了 他是一個學有專精的 學者建議名單 那歷來參選評選的會議 都依照規定 他沒有違法 是被動的 他沒有直接跑去故宮說 拜託拜託 你快點來讓我當外部評委 他沒有 那他的太太 我們剛才講了 他在三立的總經理室當主任 他今年三月才去的 所以他自己的說法 或者是他的這個說明是說 他的太太沒有參與本案 支持故宮的決議 故宮說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六月 其實三立已經得標 得標金額是722萬元的 這一個案子叫做 故宮南院品牌塑造 整合行銷勞務採購案 已經由這個三立得標了 我們現在不算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利益迴避 那沒有利益迴避 你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採購評會 這個審議規則裡面 他不算了之後 就少了一個人 少了一個人 你的出席人數不符合規定 那就等於重新再來議標 那李後慶他是怎麼樣 沒有這個遵守 或者是違反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這是第十四條第二款 評審本人或者他的配偶 與受評選的廠商或其負責人 兼有三年之內 他有往以前回推三年之內 有僱佣 委任或代理關係 應該辭職或予以解聘 所以他沒有利益迴避 是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是明擺的條款在這個地方 你已經違反這個條款 今天還有網友在網路上跟我吵 說他這樣沒有違法 其實你違反這個法律就是違法 違法不是只有抓進去棺材 叫違法 所以既然第一個 我覺得當初為什麼會找他 來當評委 難道你不知道他太太在哪裡工作 那好 就算找你來的人不知道 你自己總該知道 你太太在哪裡工作 那你都不知道這要迴避嗎 如果連這個規則都不小的話 你還有資格當評委嗎 所以我覺得這都非常奇怪 那我就覺得最近這一陣子 民進黨的這些人被抓到之後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兩個字 然後都叫被動 都不是我主動 我都是被動 都人家找我來的 對 你沒有主動去找人家 可是中間是不是有人牽線 是不是有人特別屬於 就是要給你 那你可能只是被動承受而已 那是不是應該要去找那個 主動要拿給你那個人 那個人是不是我們也要抓出來 讓大家看看 這個人到底為什麼這麼青睞你 什麼東西都要主動拿給你們 所以現在就有人在問 為什麼故宮非要禮後慶不可呢 因為不只是這一樁三立已經得標的南院 故宮南院的這個品牌的行銷的企劃 另外還有一個本來打算在8月17號 有另外一個標案 這個預算很高 有兩億 三立這個才七百多萬 那這個叫做 故宮附設博物院商店 暨網路商城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案 就是故宮他周邊的一些商品 或者是一些紀念品的一些販賣部 那預算是梁議員評審委員裡頭又有李後慶 還有一個叫做羅求雅的 所以現在故宮開了第一槍 除了把這個 雲萊三立得標的這個廢標之外 另外這個8月17號要決標的這個案子 他也把李後慶給除名了 那外界就在問 你故宮你好大的膽子 你是不是台灣價值忘了價值 那之後會不會被秋後算帳 都都是網友在酸的 網友還說升官發財的路在這兒 因為我們的蔡總統一直在說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 那他覺得路口找到了 升官發財請加入民進黨 沒有不景氣只有跟錯黨 那這個當然都是一些酸言酸語 不過反對黨國民黨的黃子哲就說 李後慶因為爭議這麼大 他應該請辭文總的副秘書長 我必須講我不盡納悶 當然這有點陰謀論 如果不是因為蘇正清這幾個 國民黨民進黨的立委 全部被抓了 搞出這麼大一個風波 李後慶會這麼被快刀斬亂麻 直接被幹掉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再來 他這裡本身是文化總會 副秘書長 他領的也算是國家的薪水 那他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實際上在評委才是他的正職 副秘書長變成他的兼差了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式嗎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重新去考慮到如果你是副秘書長 或你擔任什麼樣的職位 你是不是根本沒有去擔任 評委的資格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個 採購法的通盤檢討 應該要立刻趕快進行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在民進黨或者是 我們的另外一個媒體 聯合報它所整理出來的 可能是權貴 或可能是所謂的御用委員 在這個綠色集團方面 包括了排名第一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李後慶 另外一個林玉慧大家可能常常在3D 或者是民視 友台看到他在這輪節目出現的林玉慧 還有林格雄 羅瓊雅 許家田 邵立忠 他們把排行榜都給列出來 包括每一年他們擔任過幾次的評審委員 不過就像剛剛兵哥講的 綠的來指控藍的 藍的指控綠的 勾腰勾一嘴毛 可以這樣形容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民進黨的 這個所謂民進黨發言人 臉書上有這樣的一個粉絲團 他就貼出這樣的一個貼圖 他說民進黨也不要 這個民進黨的反擊是 國民黨是雙重標準嗎 他就列出來一些 我們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政治人物 包括優秀惠 葉元之 包括這個傳播學者賴桑偉 現在莊伯仲以及劉立忠 你可以看到他們過去 在馬政府主政的時期 不是也自己參與到 這麼多的這個標案嗎 國民黨難道是雙重標準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來 連線相關的人告訴我們 是不是有雙標存在 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跟藍綠本身沒有關係 而是整個國家制度上 出現的重大漏洞 你看其實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國民黨的時期 其實甚至比民進黨更誇張 你看這個莊伯仲779次 當然他是8年 然後這個劉立忠也711次 賴翔衛 賴老師也398次 其實他們的次數都不少 李厚慶是4年多 4年298次 算一算的話 其實好像還沒有他們兩個多 表示藍綠都有這種現象 為什麼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的專家選者 明明有4000多人可以選 為什麼選來選去就是這幾個 難道除了他之外 沒有別人可以選嗎 所以像這種御用的東西 我個人是覺得 真的要建立一個制度 以後要規定 不管你是什麼樣 多厲害高段的專家學者 是不是一年最多只能評為幾次 或是某一些特殊的案子 哪一些領域你才能夠評 其他都不能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立這樣的標準 然後跟政黨有厲害關係的人 是不是應該根本排除在 專家學者的範圍之內 因為像我們看 議員之 議員之本身是國民黨議員 他之前是因為是 新北市政府的人員所以OK 可是後來他當議員的時候 他還在評論 民意代表可以去評論 就是去當評委嗎 我個人也是抱持保留的觀念 所以我是認為 不管他是藍還是綠 全部都要去主意的檢討 我就舉一個例子 大家想要林玉慧 大家就知道他意識形態很鮮明 那就好像我一樣 如果我今天去當評委的話 會不會有一堆人罵翻了 我覺得大家都同樣的標準 所以我自己都認為 我自己不適合當評委 為什麼他們認為自己適合 我就覺得這個標準 是不是都要一致 所以每個人對自我的要求 其實不一樣 也許像賓哥他對自我要求比較高 有些人對自我要求比較低 所以一個公開的公正的制度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可以再講一個 就是在這個公部門 為什麼尤其是宣傳 或是行銷的這樣的公標案 他會希望找自己人 因為你可以理解的是理念相近 譬如說假設 我現在是台北市政府的 我現在是台北市政府的新聞劇長好了 那我當然要找 譬如說像賓哥跟我理念相近 我請他來幫我做一些宣傳的工作 我們可以心意相通 那如果說我今天評委找到一些 可能我無法控制 或者是說他不聽我的話 他可能選到一個 跟我的這個想法差太多的 一個團隊進來 我可能會很麻煩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人 被叫做御用學者 像這些人 邵立中 許家田 羅瓊偉 林革翁 林玉慧 李厚慶這些人 我相信這些所謂的 綠色執政的 不管是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 或是一些公營企業 他們的主事者 就是跟他們心意相同 所以會點選他們 不過今天包括了民進黨 指控國民黨 也有所謂的御用學者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看 包括賴翔偉 劉立行 莊伯仲 這些人他們都有回應 那游淑慧 我個人覺得他是比較冤枉的 因為他被點出來說過去 在好市府時期 他任宣傳案評審23案案 可是他當時 我記得他不是在當主祕嗎 是 所以基本上 他是招標單位 所以他們搞錯了嗎 好 我們立刻來連線游淑慧 來 請游淑慧自己說分明 淑慧 你好 謝謝你們幫我澄清了 我覺得民進黨要轉移焦點 或是把所有事情 打成一團混水摸魚 我沒有意見 但你去指控一個公務員 為什麼可以擔任招標評選的委員 這個就真的是瞎到爆了 那是我的機關 我的案子 我招標的案子 我不在裡面當評選委員 那我要給誰當評選委員呢 淑慧他們指控你這個貼圖 你放在這個照片還不錯 幫你拍得不錯 他們指控你說 你在好市府的時候 你是機要秘書 那2013年到14年你 這個任廣宣標案評審23案 你這個講一下 因為一般民眾 老百姓看不懂 我那兩年已經不是機要秘書了 然後你是審什麼案子 我那兩年就是官傳局的主秘 然後這一些案子都是我們局裡面自己的行銷案 所以大家知道我就是業主 我不但是評選委員 我還常常是評選委員會的主席 那我們官傳局是彥府 我們當然要有裡面機關代表 我所代表的是市政府 我所代表的是官傳局 不過我覺得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講給大家聽 或許民眾會比較聽得懂 重點不在於說誰可以當評選委員 誰不可以當評選委員 重點在於你有沒有利益迴避 讓整個標案是公平字 採購法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公平兩個字 如果你今天你跟評選委員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標案是給自己找 親朋好友太太 或助理門親照顧 那你就有福利的問題 你就有不公平的問題 其他業者是怎麼樣 是虧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完全是把焦點給弄魂 重點不在於這些人是不是平穩 而視於他 評選後得不分業者中間有沒有利益關係 這裡面有沒有做好利益迴避 是 淑慧那我們剛剛其實在賓哥 我跟賓哥討論說 我們這個採購法裡面的評審委員的制度 很奇怪 有4000多人可能是qualified的 可是每一次怎麼都聘用到一支重複的人 特定的人 難道你覺得不應該在修法嗎 或者採購法這個部分可以再有更多的改進空間嗎 其實我剛好今天處理的一個協調案件 就跟這個有關 就是台北市教育局在營養午餐的各校的招標上面 常常評審委員都是固定的老師 然後有一些老師又被業者找去當作什麼一些顧問 變成他左右手都拿 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利益的衝突 所以我要求教育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評審委員 他不能夠擔任超過幾次的評委 我覺得這樣子有一個輪調的機制 就像我們的政風人員跟會計人員也是要有輪調的機制 才不會讓我們國家的標案或預算 被少數的所謂的學者專家把持 大家去算一算 李厚慶將近三百個標案當評審委員 一個標案少則幾百萬 動輒上千萬 我算到五百萬就好了 三百個案子代表他掌握了十幾億的 國家的預算的標案分配 這個絕對不合理 第一個 他明明只是一個學者專家 可是他話對也跟黨 因為所有重大標案 我都是評審委員 對不對 姑且不論他是不是跟民進黨的關係怎麼樣 我們有一個評審委員把他養的這麼大 本身就會造成一些所謂的道德風險 會增加業者必須要去跟他結交的這樣子的風險 那為什麼李厚慶被這麼多人點名 當這個所謂的評審委員 尤其是故宮 好幾個案子都是他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心跳 因為他就是大家說 我們在公共工程委員會是這樣 你各個類別的委員 譬如說你是文化創意的一個類別 裡面可能就有幾百個 符合資格的評委 那這幾百個裡面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他 那你出現的次數太多以後 然後得標的都是測定對象 自然外界會去解釋啊 因為你完全不避險 你就做得這麼光明正大這麼難看啊 而且我要跟大家報告 檢驗的出來的東西都還不是最大問題 大家要知道文化總會本身就是一個大金庫 文化總會又不受監督 大家去看一下文化總會的捐錢者 都是國內的幾個大財團 甚至上市公司 捐錢給文化總會又可以避稅 又可以跟當權者搞好關係 文化總會裡面的所有的評判 或者是採購 又不受立法院或是採購法的監督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 文化總會花的錢 其實才可能是一個大財團 譬如說去年總統來總統 這一個晚上的文化給文化 是 好今天非常謝謝淑慧告訴我們這麼多 謝謝淑慧 謝謝拜拜